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人Breaking动作干净 利罗 通过这三点 网友立即肯定 要问卡点哪家墙 河南洛阳找小王 这不是酷盖王一博 又能是谁 八分钟后 王一博控屏小管家 将这层已经透得不能再透的神秘面纱彻底掀开 24岁的第三天 新商务来了 What? 毕胜 克 王一博代言毕胜克了 是不是好多小伙伴和我一样 第一眼看成了毕胜克呢 不过 人家是毕胜 没有克 但是毕胜与毕胜克一样 有着悠久的品牌历史 作为北美第一品牌 毕胜的洗地机远消全球 毕胜选在8月10日官宣 还透露着一丝丝小小的心意在里面 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看得出来 没错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生日要过农历来看 库盖王一博真正的生日 应该是在7月初三 也就是今年的8月10日 选在真正的生日这天官宣一博为品牌代言人 大胜真的有心了 从香奈儿品牌形象大使到毕胜的代言 一博早已经走出国门 奔向世界的舞台 一博的商业价值也是不言而喻 这一点从一博生日各品牌商的互动就可以看出 而一博的粉丝群体的购买力也是不容小觑的 无论是年龄层的分布 还是一博自身的魅力之属性 它都将是各个品牌争相竞争的相拨过 纵观现今娱乐圈艺人代言产品 各品牌商更愿意选择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 用作品说话 用专业态度对待工作 有职业道德的人 代言人的品质与品牌的气质相结合 这样才能通过代言人将品牌推向市场 走向百姓生活 回顾一博代言的产品 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这不单单是靠一博的流量 这些产品也都是用质量说话 实实在在地用品质留住顾客 而这与王一博的处事原则不谋而合 无善花言巧语 反而是踏踏实实做事 用时间说话 用成绩证明自己 文案中提到 他的舞蹈震撼大胜三千遍 从喜爱到代言人 相信毕胜与一博之间也是经过多方考察 认真考证 才有了这次天作之和的牵手合作 最近两年 不论是影视剧作品的呈现上 斜杠青年出圈跨界的带动力上 央视等主流媒体的赞扬上 还是公益活动上的小小身影 一博一直在一方小小的天地里 不断努力生长 不断突破自我 终迎来了破茧成蝶 褪去流量明星的光环 一博优秀且踏实的品质 也是他迎来成功的关键因素 所谓态度决定一切 你若盛开 清风自爱 自身优秀便会吸引更多的优秀 相信未来 一博的作品会被更多人看到 价值也会被更多人肯定 在24岁的第三天 王一博的商务代言版图 将在天一个实力品牌 新的一岁新的开门红